今天5月12日 故事的标题叫鱼树之战 鱼树 就是鱼前树的那个鱼树 应对的历史事件是1975年5月12日早上 当瑞典首都斯多哥尔摩的伐术工人来到 来到这个地铁车站的这个时候 发现有人已经围在了树下 他们一边唱约翰列农和鲍布迪伦的歌 什么时候 这个就是 这干嘛呢 其实就市民的自发性的要保护 这14棵鱼树不让这个市政府去砍 就是就是75年那年 他斯多哥尔摩为了做 为了造一座地铁车站 市政府决定把中央公园里的14棵大鱼树砍掉 于是呢 他一群年轻人就组织一个叫城市选择的公民运动 参加的人主要是学生 艺术家 作家 他们情愿游行 要求改变车站的这个设计保留公园的鱼树 但是呢 市政府不理会啊 还是决定砍树 所以就发生了75年12月早上啊 大家就聚集在这这树下头 那这个阻止工人来砍树 然后呢 市政府这调来了警察想驱赶人群 这时呢 就有些年轻学生把自己和鱼树锁在一起啊 树在人在树在人亡啊 然后这一口气呢 那么甚至于 这个这个这不行上到一方的是公务员吧 上面有这个命令 就产生了小规模冲突 人群就越聚越多 一口气聚集了好几千人啊 那么不得已这怕把事闹大对吧 这国外其实维稳这思想一直是有 没想到他那个就先撤回来啊 等人不多了 我们再去动手 没想到第二天聚集人更多啊 甚至于有人睡在树上 合力保护鱼树 抗议活动呢 从5月12号一直持续到5月15号 最终政府投降 按照人民要求 树不砍了 车站改个地点啊 鱼树之战到此落幕 结果到现在为止的这14棵鱼树 就成为斯德哥尔猫的地标啊 不但是市民喝咖啡聊天的好地方 也是民主胜利的活的纪念碑 每年5月12日都会有在14棵鱼树下 举办纪念音乐会 为了鱼树庆祝重生日啊 好 那这个想一想 其实以树为名去干的很多事情啊 比如说印度啊 还有比如说 那个那个叫啥来着 那个那个印边啊 这个反对 还有是还有什么阿尔卑斯山哪有姑娘 我记得是那个就美国 美国他这个在那种红山上头 一个人的生活了两年 就是为了阻止把这个上千岁 几千岁的两千岁的这个红山啊 给给砍掉这种事情都有发生啊 都有发生 但是这个这次的事情就比较 这比较迥一些啊 其他那个的都有关生态 有关整个一个地区 那是涉及到几十万上百万棵树的这个命运 所以呢拼死去保护啊 这个呢就十四棵树 为什么不让砍 纯粹就是市民 我觉得不该砍 为啥他也说不清楚 总之你政府做出一个决定 我不满意 你不听我话 我就闹 闹到你听我话为止 这事 这就是民主吗 嘿嘿嘿 这个民主 有有这么任性啊 有这么任性啊 或者说再敬意我 就说 呃 类似于这种 啊 渔树之战 在斯特戈尔摩瑞典啊 斯特戈尔摩 他这个政府呢 每年要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市政建设啊 改建啊 这个这个这个 呃 什么清理这种项目呢 很多很多 每年至少几十件有啊 那么 渔树战争是其中一件 人民胜利了 其他呢 其他呢 对吧 这故事里头也没说 其他估计 其他大家懒得去跟这个 或者觉得政府做的没错 我就不阻止你啊 那好玩的好玩的是啥呢 其实这种的就变成 其实这种的跟树没关系啊 这纯粹就是啥呢 一种 别出心裁的 以树为名的一种心情的这个游行 跟我们后来这个美国发生的这个叫什么攻占华尔街类似啊 当然还有 有成功有失败的 大多数失败了啊 比如说当年他那个越战啊 越让归来的老兵发现自己这个 钱没了啊 就是这个退退五金啊什么的都都都低了 不是我们之前说的 就他们开始开始了所谓的这个悲惨禁军啊 三万人 三万人步行到 步行到这个华盛顿情愿啊 结果没人管他们还都给打回去了啊 啊 冻死 饿死好多人 到后来不了两制 类似于这一种啊 所以这个斯特戈尔摩啊 就一共就14棵渔树 以及一个地铁站的这个地铁啊 其实地铁站呃整体投资非常大 但是在地铁站露头露在哪里头 这个是这个都可以都可以 他只不过是看到这个中央公园啊 这个地方有空地想改掉 但大家觉得这中央公园待的挺舒服的 14棵树又挺漂亮的 挺无辜的 你别砍啊 你不准砍就这么一点原因 那么改个地方也无所谓 那其他呢 其他如果我要重建一个大楼 或者说移动一个啊 游泳池 一个一个图书馆 像这种地标性的建筑 如果如果人民我又 这个叫啥要去阻止 你还能阻止得了吗 这不真的不一定不一定了 所以这个榆树之战 看听起来 哎呀很像行为艺术 他其实最终没改变什么啊 这个人民和政府的关系 还是在哪 没有变啊 没有谁强于谁 只是说这个当你闹大了就发不责众 觉得这点小事对吧 不知道啊 不知道政府呢也就知难而退了 但是其他真正正正关关乎你这所有市民的你本身比如说退球金多少改变税率多少 这是好吧你你你你这是玩政府给你拼命啊你这个老百姓啊你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暴力组织能够给你撑腰一样搞不定的啊所以一树之战只能是当成一个啥呢文化界的一种活动啊大家听听就行了你照此这么干呢其他国家还真不好说了还真不好说人家觉得这个就是说穿了吧这种这种小政府他觉得面子无所谓啊我只要是这个每年预算有对吧什么东西有 很顺心其他的面子无所谓啊如果觉得这不觉得面面子比较重要的你这你这才14棵树算啥呀对吧说说这下定决心你这我这把整个城市牵走都有可能是不是呢以上 感谢大家订阅观看或收听大妈的多重宇宙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长盛